压滤机由机架、滤板、压紧系统和电气控制柜组成 机架部分起支撑压紧装置和滤板的作用 由机座、压紧板、指推板和主梁组成 滤板安装在压紧板和指推板之间的主梁上 中间夹着滤骨 当按下自动压紧按钮后 油缸推动压紧板压紧各个滤板 当压力达到20兆踏时 自动停止压紧过程并进入保压状态 此时滤板与滤板之间就形成了滤室 打开浸料阀后 物料从指推板、料孔进入各个滤室 固体颗粒被截留在滤室内并形成滤饼 液体则透过每个滤板的明流管 仅会液槽的出口法兰流走 当压滤机压滤结束